有功夫就会有财富 欢迎收看功夫期货 我是齐王杰帅 各位东森财经的同学们 如果你们想要学会技术分析战胜期货 现在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 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直接搜寻 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就可以加入杰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队 收看完杰帅的直播节目时 记得要帮杰帅一个忙 记得帮杰帅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如何按赞订阅跟分享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 影片画面左下角有一个按赞的符号 看完影片之后 麻烦各位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点个赞就可以了 如何订阅呢 很简单右下角有一个订阅的小铃铛 各位只要点击它把它打开之后 就可以订阅成功 每天收看到我的节目 那么身边如果有操作期货 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画面的正下方的分享键 直接把我的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就可以了 好的今天是1月14号礼拜五台北股市在今天开高之后 先压低再反弹形成了一个区间震荡盘 这一整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是开高之后 先压后拉形成了我所谓的盘整格局 上礼拜我就跟大家预告那当然今天的1月7指我们同样来复习一下 今天的整个行情变化 首先今天1月7指开盘开在18549 随即出现今天的最高点18560 接着往下贯杀非常的凶悍 贯杀几点340点的行情 来到这个最低价18220 然后来到18220之后再出现一段反弹的行情 最高大概反弹170点左右 所以今天行情非常凶 第一段行情有340点 第二段行情反弹上来有170点 340再加这170等于多少 有足足500点的行情 在这500点的行情里面 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把它变成钞票 我想最关键的就是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你能不能非常笃定的知道说一开盘就要放空 如果你找到这个方法 我恭喜你 你今天绝对会是市场上最快乐的大赢家 因为如果你能够找到一开盘就放空的方法的话 那么我想这一段跌下来340点 你要随便赚个一两百点都不是问题 所以在今天行情里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 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小技巧跟方法 当然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先看一下大盘 接下来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要透过今天的一个现行图 来跟大家分析 接下来的大盘到底会怎么走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现货 今天的一个变化 今天的现货的一个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在开盘没多久 我所抓下来这个现行图 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为什么在开高之后 它会往下压 原来今天加权指数开高之后 就立刻耐压涌现 而且它拉出了一根实体长黑K棒 这一根实体长黑K棒 它吞噬了前一根红K棒 我简称为长黑吞噬 那我们来看一下导播拉近 这一根长黑吞噬你可以看到 非常的长 而且非常的扎实 把前一根的红K棒 就是昨天完全淹没了 这个叫长黑吞噬 那这个地方代表什么意思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 因为今天出现这一根长黑K棒 我个人认为下个礼拜即将会出现一个变盘 那怎么变 我等一下会说明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 这个地方先稍微记一下 长黑吞噬到底代表什么含义 我等一下会想做说明 那当然MACD在今天这个地方 它持续纠结 底下KD指标也介于20到80之间 这个我几乎每天都在讲 我说像这种情况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相形整理盘整盘的格局 所以只要维持这种情况 那基本上相形整理的格局就不变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就算跌下去 它也跌不死人 因为它还是会反弹上来 这个就是一个相形整理 所以相形整理就是说跌也跌不深 涨也涨不凶 这个会呈现一个相形区间整理 也就是所谓的盘整盘 而最近这几天的行情都是这样 从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是这个样子 原因就是在于 你可以看到KD指标都在纠结当中 然后柱状体也在零轴附近 接着这个 这是MACD 都在零轴附近 那KD指标都是维持20到80之间 所以这个相形整理格局不变 那目前的高点跟低点要怎么判断 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历史的高点 目前我们台股的历史高点叫做18619 18619 这个是在前几天 没多久之前的一个K线 这个地方是最高点 那曾经最低压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在月线支撑这里 大概18043这里 所以目前如果要看相形整理的话 基本上你只要看18619 跟这个18043就可以了 因此历史的高点 你会发现 只要来到历史的高点 卖压都会非常沉重 原因是什么 如果说有人买在186的话 他一看到解套了 他一定会马上卖掉 这是很正常的人性 这是很正常的人性 这个叫卖压 沉重 那卖压我也解释过 有所谓的获利卖压 跟解套卖压 比如说 如果在18000点 这个地方买股票的人 他看到历史高点快到了 他有赚钱了 他会不会想要先跑一趟 他当然会嘛 那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 所谓的获利卖压 那如果说在这个高档地区 18600进场去买股票的人 他套牢了 他跌下来这段行情 600点他套牢了 再反弹上来 他解套了 他会不会想要先把股票出掉 当然会嘛 所以这个卖压沉重 是来自于获利 获利了结卖压 以及解套卖压 这个地方卖压会非常沉重 那支撑 我们就先看前波低点 18043 因此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 目前台股是上有压 下有撑 但是下个礼拜即将会变盘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讲了 今天出现这个长黑吞噬 其实是蛮糟糕的现象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所整理下来的 高档双K线 转折向下的变化组合 各位你看一下这个状况 当这个状况 长黑吞噬的时候 这代表主力在出货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两根K棒 后面这根黑K棒 完全把前面这根红K棒 把它淹没吞噬掉 就形同我们今天 所看到的礼拜五的台北股市的现象 请拉近 今天这根长黑K棒 是不是把昨天这根红K棒 全部淹没 把它吞噬掉了 对不对 所以下个礼拜 我认为非常有机会往下走 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行 这个叫高档双K线 转折向下的变化组合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下个礼拜 手楼上有股票的 我建议尽量减码 不建议下个礼拜 一开礼拜一就进场买股票 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地方要懂得趋吉必凶 好 这是现货的部分 我认为要留意风险 高档变盘的风险 好 再来我们来讲 期货今天当冲操作的一个小技巧 今天我刚刚讲过了 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你到底有什么方法 知道说这个高档地区 要去放空 而不是去做多 我想在今天早上 如果你一开盘就去做多的话 我跟你讲 你今天心情一定不会快乐的 因为这一段行情 它跌太凶了 它跌掉340点 你再怎么设停损都一定会打到 因为340点这幅度太大 有6万8千块的一个空间 所以基本上如果早上做多的话 这基本上这段行情跌下来 你一定会受伤 那怎么样避免受伤呢 就是要看对 怎么看对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来 首先今天台子期开高之后 它有没有爆量 我说了每次每一天 你都要特别去观察 这个台子期的成交量 特别是在开盘的时候 如果开高大概100点以上 或开定100点以下 这时候一定要去看它的成交量 如果成交量超过2000口以上 这个就是一个警讯 代表今天开高爆量 不可以追高 那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开高就3000口了 那3000口是不是远远超过2000口 所以今天开高爆量 基本上我的话 就不可能去做一个多单 不可能而且哦 在今天开高就请拉近哦 你可以看到这第一根K棒 出现了今天的最高点 它叫18560 那在这个地方 它第一根K棒就形成了一个 所谓的高档变盘仿锤线 高档变盘反锤线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这个高档地区 出现了这变盘线 而且它又连续拉出了 三根以上的黑K棒 所以这个开盘价 基本上就是一个 非常明显的空点 那为什么这个第一根K棒 形成高档变盘导锤线 它再拉出三根以上黑K棒 开盘就是空点 我们来看一下说明了 这个叫仿锤线 这个叫仿锤线 这个是变盘K线 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叫仿锤线 那请导播拉近一下 这根K棒就是一个 标准的仿锤线 上面有上引线 下面有下引线 而且一开盘的开高就留了 很长的一个上引线 代表卖压非常沉重 这是一个标准的变盘仿锤线 而变盘仿锤线出现之后 你会发现到这个就是属于状况3 仿锤线跟十字线 其实就是一样的 都是变盘线 至高档向下回档的八个K线下杀训绕 我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这八张图 这八张图里面 你仔细去看状况3 当状况3出现的时候 你一定要非常留意的 高档的变盘风险 因为在这个高档地区 它只要出现了这个变盘仿锤线 或者十字线 接着它再拉出 三根以上的长黑K棒 那这就是一个定势 就是往下杀了一个定势 就算你今天开盘不敢放空 这个地方 10分钟均线跟30分钟均线 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死亡交叉 这里就一定要放空 这个是毫无争议的 我有教过大家 如果你手楼上没有任何的超盘软体 你可以运用10分钟均线 跟30分钟均线 如果它出现死亡交叉的时候 这个时候空方趋势就会很明显 你就可以进场放空 因此今天其实基本上可以放空两笔 第一个开盘价 开盘价你就可以放空 开盘价你就可以放空 接着跌下来再加空 我这边写了可再加空 所以今天基本上最漂亮的做法 就是开盘先空一笔 然后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看10分钟均线 跟30分钟均线的话 你可以再加空一笔 基本上今天如果在开盘 你有这些小技巧的话 我想基本上你今天绝对会是市场上的大赢家 那这些小技巧就算你不知道 其实你只要得到我们这些宝贵的资料 你绝对会知道 那这些宝贵的资料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每一天盘中都在做这些研究报告 跟这些技术分析资料 那我做这些技术分析跟研究报告资料 目的是为了什么 为了跟我全部的好朋友做分享 那我也希望说好朋友 你们都能够得到 这些资料 那这些资料我讲过了 只要你成为结帅的好朋友 结帅非常乐意的免费跟你做分享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 想要得到我们这些资料 其实你只要简单做一个动作 扫描QR Code 加入结帅的功夫期货Lite就可以了 或者透过Lite ID 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我们在每天盘中 都会免费分享这些技术分析教学资料 分享的目的是希望投资朋友 你们能够借由这些资料 提高你们操作的胜率 当然有很多投资朋友 在加入结帅Lite之后 他告诉结帅 他从来没有收过结帅这些宝贵的资料 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你在加了Lite之后 你从来没有跟结帅打招呼 你也从来没有传任何讯息 或者是贴图给结帅 那结帅看不到你 当然没有办法把这些资料传给你 我们所谓的加好友成功 是必须要在你加了Lite之后 你随便要传一个文字简讯 比如说早安午安晚安 或者是贴图早安午安晚安 都没有关系 你要让结帅看到你的加入 不是自己默默的加入之后 然后从来都不吭声 你不吭声我看不到你 你一定要出现 那怎么出现 传个贴图 传个文字讯息 让我来看到你就可以了 看到你之后 从耳后的每一天 你基本上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每一天的盘中 我都会把这些资料传给你 告诉你今天台子棋当中的小技巧 像今天假设基本上 你有我这份台子棋当中的小技巧 今天开盘价你就不会做多了 你就不会站错边了 这个地方我写得非常清楚 第一个开高爆量怎么可以做多 而且它出现了一个所谓的高档变盘仿锤线 又拉出三根以上黑K棒 这开盘价就是空点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一张 这个是高档盘头反转的一个征兆 当高档爆量 有没有高档爆量 有没有开高爆量 这个多头不涨 基本上就是一个警讯 而且大量红K多头不攻 这也是一个反转征兆 那今天在高档地区 又出现了变盘仿锤K线 那这个地方 开盘价是不是就要站在空方 没有错吧 因此亲爱的投资朋友 在今天 其实如果你有我们这些技术分析的资料的话 我想在一开盘的时候 你是绝对不可能站在多方的 那当然我今天 在公布我们的操作之前 我一定要特别恭喜一群人 哪一群人 因为在昨天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昨天引起了很大的回应 我们昨天是不是全面开放 短期试做一个月 结果昨天加赖的人 非常的多 非常的踊跃 那我恭喜这些加赖的人 如果你有真的有进来试做的话 今天我们的空单 全面大获全胜 各位 那我今天因为很高兴 所以我再加码一天 今天礼拜五 明天礼拜六 礼拜天 任何一个人看到这个直播节目 一定要赶快加赖 因为你加了赖之后 你才能够参与这个全面试做一个月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怎么样参与这个全面试做一个月 很简单 加赖之后 你只要回复试做一个月 记得要回复五个字 我才知道你想要试做 如果你加了赖 你没有任何文字表示 我不知道你要干嘛 我只会把资料传给你 技术分析的资料传给你而已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试做一个月 今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欢迎大家在踴跃报名 我希望大家礼拜一一起来赚钱 所以在今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我想连续三天的时间里面 一定会有很多人加赖 那我也感谢大家加赖 因为东森财经的同学们 我知道你们一向都是做股票 那东森财经里面 唯一一位完全在分析 期货选择权专业操作的分析师 就只有曾英杰我一个人 所以你们要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今天赶快加赖 来短期试做一个月 记得加赖之后 一定要来回复结帅 试做一个月 好那我们就来讲今天的操作 我刚刚讲了 今天我们可以从台指期当中的操作小技巧 知道开盘价就是空点 为什么 因为第一根K棒就形成了高档变盘线锤线 再拉出三根以上的黑K棒 这个刚刚有解释过了 看一遍 高档出现十字线 线锤线 然后拉出三根黑K棒 这个就会自高档向下回档 这都是一个下杀讯 但是有很多投资朋友说 老师 我又不像你那么厉害 我怎么知道今天开盘价可以空 如果你没有时间学技术分析 没有关系 杰帅有一套很棒的操盘软体 叫做大碳级系统 这一套大碳级系统 我运用了技术分析 写成了一个指标 叫做闪电指标 所谓的闪电指标 就是在开盘的时候 开盘价 它就会立刻告诉你 多空方向的一个指标 很厉害 对不对 那当然开盘价 你知道多空方向之后 你是不是就可以跟着做 完全不要想 完全不要你猜 你就可以得到答案 有这么棒的工具 你要不要用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开盘价之后 到底我们的系统怎么说的 来 看一下今天的开盘价 叫18549 这个简直吓死了 我想这个市面上 所有的操盘软体 在今天跳空开高的时候 应该清一色 都是站在买方 你的指标 箭头都一定向上 因为实在开太高了 那当你的指标 箭头向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根本完全做错边 可是一套厉害的操盘软体 它会在开盘的时候 知道是高点 运用了什么 变盘线 运用了什么 开高之后 高档爆量3000口以上的逻辑 它知道高档地区 就是要放空 所以这个18549 要进场放空 不是做多 所以使用这个大碳级 期货系统 今天8点四十分的开盘价 18549 空单就直接进场 进场的逻辑跟原因是什么 就在这个地方 第一根K棒形成高档 变盘纺锤线 再拉出三根以上黑K棒 开盘就是空点 有漂亮吗 是不是漂亮当当 今天开盘线 可以放空 这段来有三百四十点 再来台内心 又出现了死亡交叉 那可不可以再空 可以再空啊 那当然杰帅看到 这个开盘价空之后 我也不啰嗦 在8点47分 你有没有看到 8点47分赶紧加快脚步 赶快发讯息 通知会员也进场 试驾放空 来我们看一下简讯 1月起始的报价 在18514附近 收讯之后 不管价位多少 试驾做空 至少两口大台纸 来亲爱投资朋友 今天我们全部 所有的会员都放空 没有一个人做多 开盘价 闪电指标做空 8点47分 全部会员也进场放空 那各位放空之后 很高兴 行情很快就杀下来 9点08分 9点09分 我们就通知会员 因为这个杀太快 你可以看到 这个现货 开盘没多久之后 他就跳水杀下来 跳水 跳水你知道吗 就整个往下灌杀 一空完马上往上灌杀 最低杀到18220 当时我认为会杀很深 所以在9点09分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们 全部所有的会员朋友 今天进场 所有的空单部位 我们全部挂定价 18292出清 18292出清 那今天有没有办法 到18292 有啊 最低到18220 9点59分 我在9点09分 就通知挂18292出掉 很高兴 今天这样两笔空单 就赚了快1000点 开盘价 549放空 几乎空在最高点 292补掉 跌多少 5514点 514放空 292给他补掉 跌几点 跌了440点 你把它加起来 总共叫958点 我请问亲爱的投资朋友 900点等于多少 900点等于18万 这个行情其实没有那么难 如果你像结帅一样 有功夫 你自然就会有财富 这个我经常讲的一句话 有功夫就会有财富 什么功夫 技术分析的功夫 那为什么结帅知道今天要放空 我们的指标为什么知道要放空 这绝对不是用拆的 我刚刚讲了一大堆功夫的逻辑给你听 如果你没听懂的话 你就可以看这一张 这一张我每天都会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 我都会直接跟我的好朋友分享 所以我为什么要你加赖 我加赖的目的是绝对有好处的 因为我要让全国的投资朋友一起成长 跟我的会员一样 每天都一起成长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先从好朋友当起 各位东森财经的同学们 你们都很可爱 我都非常喜欢你们 我也都知道你们是做股票 可能都是期货的小白 期货的新手 所以你们更需要我 只要加了赖 每天这些资料 你们完全不用花任何一毛钱 我都会怎样 主动传到你的赖里面 这样是不是很棒 对不对 好那今天期货部分就958点 把它赚起来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威力更大的选择权 这个吓死人了 这个选择权今天的爆发力 比期货更凶悍 怎么说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既然今天开盘的时候要放空 所以选择权部分 我们今天也是买进卖权 叫18,400的卖权 你仔细看 这个今天最低在61点 8点45分 最高在235点 这个几倍 快四倍内 61乘以4大概244点 对不对 那这个将近四倍的机会里面 我们今天也买了20口 在73点 我们看一下文字简讯 来各位 8点48分 我们今天选择权就是这么轻松的 把它赚起来 1月份选择权 18,400的卖权 报价在73点附近 收到讯息之后 不管价位多少 直接试价至少买进20口 那这笔单就不用设停损了 因为选择权的买方策略风险有限 所以不需要设停损 那买这笔选择权到底要花多少钱 其实只要7万3千块 你就可以做这笔交易了 我想请问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东森财经的同学们 你们做股票都是好几百万 好几千万在做 对不对 没有错吧 对不对 但是做选择权 不用花太多钱 选择权基本上10万 你就做得不要不要的 就会做得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10万块 你就可以买一笔选择权 这笔选择权 你还可以买到20口 20口只要7万3千块 这市面上 这个叫做7万3千块 你只能买 买一张鸡蛋水饺股 7块3 但是选择权 它的爆发力 非常的可怕 有多可怕 我来介绍给各位看 这个叫7万3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7万3买了之后 盘中最高冲到235点 盘中最高冲到235 我们今天买在73点 来各位 这个总共有三倍的机会 如果三倍给它卖掉的话 可以赚多少钱 我们一起看一下简讯 提心选择权会员 1月份的选择权 18,400的卖权 73点的部位 如果翻三倍 翻三倍哦 翻三倍是多少 219 9点07分 我就告诉会员 如果翻三倍 来到219 手上的部位 就可以获利了解出场 这个是在9点07分 发的讯息 所以这个保证出得掉 因为最高是在9点59分出现 它叫235点 那各位可以看到 73点买20口 如果在219点出场 20口 你今天7万3千块的资金 在今天就会变成21万9千块 当你的7万3千块变成 21万9千块的时候 你的口袋就突然多出了 14万6千块 这个叫做7万3 这个叫21万9千 你的价差叫14万6千 这14万6千 你把它处以200 等于大台值多少 吓死人了 730点 而今天的高低区间 也只有340点 你竟然 享受到大台值730点的价差空间 这不就是一个CP值最高的投资组合策略吗 选择权加期货 对不对 投资组合就是用这样做嘛 对 让你的小小的钱 变成大大的资金 就是要以小博大 选择权加期货 这些高杠杆的金融商品 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只做股票 而没有来参与期货市场 选择权市场的话 我会觉得 你的人生是遗憾的 因为太可惜了 其实你可以让你的钱变得更大 而且变得更快 只要透过这些高杠杆的操作商品 跟着专业人士来操作 这些金融商品 其实你都可以享受到 它操作的乐趣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那这是选择权的部分 那当然投资朋友可能 也会跟结帅反映 老师 今天看到你的期货操作 跟选择权的操作 真的是没话讲 一级棒 但是听说昨天的夜盘 行情也非常的凶 昨天夜盘大涨 那夜盘如果我也想要赚 怎么办 如果你夜盘也想赚的话 更好 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来使用 我们这一套大探析系统 为什么 因为大探析系统里面 有一个指标叫探析当中指标 基本上除了日盘之外 夜盘也可以操作 而且它是一个单一指标 你绝对不会选错 那基本上这套系统 清楚简单容易上手 你一看就知道该怎么做 那基本上就算你不能盯盘 你晚上在睡觉 你不能盯盘 你在睡觉 怎么办 我们的系统只要把声音打开 任何讯号出现的时候 它都会发出叫声 告诉你要进场操作 那怎么做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两种做法 首先跟着探析箭头进场 当你看到红色箭头向上就做多 当你看到绿色箭头向下就放空 当你看到停力提醒 你就获利了结 除掉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昨天的夜盘 昨天夜盘太漂亮了 太美好了 如果你在睡觉当中 你只要把声音打开 基本上这个箭头出现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叫声 告诉你要进场做多 那这么一做多到昨天夜盘半夜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停力提醒出现的时候 它又发出叫声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一口多单 把它卖掉 享受到98点的价差 那今天开高之后 我们的系统怎么说 不是做多 是放空 吓死人了 这个放空下来 基本上这里有个大信心 随便一补就是208点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个就是你所需要的指标 简单清楚好用 而且不需要你盯盘 就算你不能盯盘 基本上它也会发出叫声来提醒你 那当然这是第一种做法 第二种做法更厉害的 就是按照探警星星进场 当你看到多单停力提醒的时候 记得放空 当你看到空单停力提醒的时候 记得做多 因为这代表涨很多了要放空 这代表跌很深的要做多 那昨天的夜晚 是不是有一个停力提醒 如果你有隔日冲习惯的投资朋友 昨天的晚上 你就应该要流仓空单 而且是在这个地方流仓空单 那今天跌下来这个地方 把它补掉400点 397点 将近400点 就是这么样流仓一笔 一口单就将近8万块 一口单将近8万块就算了 今天杀下来之后 你还可以抢一个反弹 171点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我知道有很多投资朋友 其实都很想要试着 来使用我们这一套系统 也想要试着跟结帅来操作 所以我今天再讲一遍 今天实在太高兴了 因为我们全部的会员 以及昨天打电话进来的 加LINE的投资朋友 全部来参与四座的投资朋友 今天空单全部大获全胜 所以我们今天再开放一天 不管是你想要使用系统 或者是想要跟着 我们的期货的简讯来操作 或者是想要跟着 我们选择权的简讯来操作 不管是哪一种商品 全部都开放 短期试做一个月 记得加LINE之后 要告诉结帅说 你要试做一个月 结帅才知道你要试做 要不然你这个 加了LINE之后 你都不讲话 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我也看不到你是谁 懂我的意思吗 那怎么加LINE呢 我再最后讲一遍 来 功夫期货粉丝团 记得扫描这个QR Code 这个QR Code很重要 我想今天 因为这个 我们空单大获全胜 那再加上 昨天来四座的投资朋友 全部都赚钱 所以今天我想 会扫描QR Code的人数 一定更多 会想要加LINE的人数 一定更多 那记得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 一定要打这个小老鼠 小老鼠A957 就可以加入功夫期货粉丝团 记得加入之后 要传个文字简讯 告诉结算 你想要试做一个月 只要你愿意告诉结算 结算下个礼拜一啊 这个大陆神行情 即将启动的时候 我一定会带你赚钱 因为我们通通都可以 让你来试做一个月 那今天 由于节目实验关系 我们就记得到这边 祝福全国投资朋友 周休二日 假期愉快 我们下周一 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期货市场 归缺多变 唯有实战 财势王道 每周一只周五 下午两点半 准时收看 五七东森财经新闻 YouTube直播节目 东森期货 由期货大师杰帅 教您硬笔字 真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